男人捡到一只马蹄蟹 女友却满脸嫌弃 强哥说这玩意价值100万 接着一把递给女朋友 这粉嫩的樱桃小嘴 强哥拿出手机准备拍抖樱 马蹄蟹突然动了 下一秒却哭吃一下巴基在脸上 强哥的番茄汁不断流出 二翠用尽吃爷爷的力气都拔不下来 于是从旁边捡来一块小石头 接着缓慢迅速的抬起 没想到把强哥送去西北 离开的马蹄蟹却将目标锁定二翠 而马蹄蟹接着一路小跑 来到人多的酒吧 他开始左摇右晃 DJ知道要接着奏乐接着舞 等男人要上前一看时 却直接归了西北 随后马蹄蟹突然跳出目部 把吃瓜群众吓一跳 而马蹄蟹叙事待发 下一秒跑在女人双手抓住他 一旁的男友直接拎起来往外丢 而成群结队的马蹄蟹出现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发生 西装男一脚飞踹 居然将马蹄蟹踢进篮筐 但场面再次失控 女孩意外被绊倒 马蹄蟹紧紧咬住大腿 而女孩直接折断尾巴 接着插 插了足 在小弟完成献祭后 马蹄蟹的武魂真身出现 注意看 这是一只马蹄蟹的一种 女人被吓得瞬间哑巴呆住 而马蹄蟹迷人的小脚 和24K的锋利牙齿 吓得吃瓜群众肿身就跑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发生 马蹄蟹一路小跑追了上去 但这些怪物到底存何而来 原来在遥远的几天前 化学工厂爆炸发生物种病 小美男朋友发现马蹄蟹 却不料都领了河饭 等佛波勒来查看时 发现男人只剩下一具骨架 并且在不远处覆盖着血迹 他们顺着痕迹来到洞穴 当男人往前走到另一边时 岩石上居然覆盖着人类的身体 并不远处看到一个女人 当他想上前查看时 女人却剩下半张脸 夜晚降临 一群大汉正在讨论这锅酒 没想到钻进来几只马蹄蟹 男人以为来了一只猫 直到又有几只小可爱跑进来 男人瞬间发现情况不对 突然马蹄蟹就跑到脸上 开始无情地撕咬 还没等队友反应过来 马蹄蟹又开始攻击火 男人瞬间被吓得呆住 开始奋不顾身地往外跑 并来到朋友开的酒吧 告诉他们有怪物进来 可是大家都认为他是傻子 于是男人来到大街上 想找人求救 这时小巷里突然想一下 小美上去查看时 发现是一只马蹄蟹 而怪物却对小美有些上头 看到这绝世容颜 倒头就晕了过去 懵逼的小美有点懵逼 男人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马蹄蟹 开始无情地鄙视 甚至还在表演起来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马蹄蟹突然醒过来 一个神秘的怪物从嘴里吐出来 立刻变得巨大 而这诡异的荧幕让男人一动不敢动 画面一准 夜店内突然跑进一群马蹄蟹 并向夜店里的人攻击 夜店里出现一群马蹄蟹 顾客被吓得四处逃跑 这是一只变异的马蹄蟹出现 众人被吓得纷乱逃跑 突然强哥突然摔倒 眼看马蹄蟹就要追来 强哥让同伴先走 好在强哥的父亲在 用身体挡在前面 瞅着马蹄蟹一步步靠近 马蹄蟹就要发动攻击 朋友大壮直接从天而降 将父子俩成功救下 然而此时马蹄蟹已经占领了城市 有的正在吃东西 有的正在抓娃娃 甚至还有的在碰杯 于是为了阻止灾难继续发生 强哥回到实验室 开始研制出能够对付马蹄蟹的防法 画面一转 一只巨型的马蹄蟹的正在岸边要游泳 而强哥的几天几夜的努力 终于研制出终极武器钢铁特斯拉 在怪物还没登陆时 强哥乘坐着特斯拉出现 很快两只怪物就打在一起 特斯拉预先发起攻击 直接一拳打在怪物脸上 但马蹄蟹不是吃软饭的 反手一巴掌就把特斯拉打倒在里 强哥不甘服输 起身冲上去就是一锤 正当还要上前时 却被对方将手臂抓住 强哥想要挣扎 却没有一点作用 并且手臂被怪物弄断 而怪物再次发起进攻 情况紧急 强哥从身后提出百女大刀 护士一下将怪物的爪子砍断 但怪物丝毫没有受伤 反而拿着断开的手臂当盾牌 把强哥打得没有脾气 就在准备凉凉时 强哥拿出一团神秘的能量晶体 对着怪物发射光波 强大的能量一下断穿怪物的身体 怪物寒恨归了西北 一场怪物危机也彻底被解雇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